各位親愛的來賓 翁佑林的家屬 以及董事長 董事長 大家好 今天我這麼幸福 可以代表台灣大陸文教紀念會 在這個地方 台灣興臺教育橫屋 來副辦公司 蘇法先鋒 翁佑林思林 我們今天在這裡紀念到 翁佑林曾辛 是因為他是 二百秀 Tyyung 也是二百秀典的 支表性的任務 翁佑林曾辛 是日本世代 第一位 台灣的 居然 人 檢查官 他在世上非常了不起 他在世上 叫別人提起說 他要求臺灣離開感染的世代 是他做檢查官的目標 和他一生的理想 這種的精神 是在我們學習和經費 有關於王玉琳先生的經歷 利用非常多 請各位來賓 來參表到我們首長的首席 另外對家修和早總 我們知道還有一個資料 知道說原來王玉琳 是指揮司令的檢查官 他在創業的理事項領域 可是他對文學也有親親的研究 我們很幸運 對他的書籍、文字 對法律的感慨和培訊的來往 我們來知道 王玉琳先生 他對臺灣文化的實驗 在臺灣長期以來 努力提供到臺灣文化的臺灣團體 為了提供到 每一年3月14日的臺灣市民節 來表示對王玉琳先進的數量 也就是鼓勵說 少年人可以集到台語文的創作 所以 都鼓勵到台語文正門的比賽 對這個活動 本人非常困難 還有大陸 台灣的文教基金會 自上二公公數年 就是二十年前 一段年前 提供到 台灣人拜臺灣新的社會運動 臺灣新這三月 是代表著 對二十八四驚以來 跟臺灣新台市 各行各略 為臺灣這個土地 來犧牲奉獻的代表 王玉琳先生 可以認為我們所敬佩臺灣新 因為 它是為創設計特來犧牲 我這句話說 它就是為了 自由民主人權 發展 來犧牲 它保貴的生命 我堅決 因為 這種可以為他人 犧牲奉獻的 大的精神 可以永遠 永遠 尊有大家 讓大家 嚮嚇嚇 順順順 內心裡面 再次 我們可以一直 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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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 民主 社會 的 模仿國 就此 謝謝大家 好 謝謝丹醫師 齁 台地和勝出 是由我們的創辦人 由蘇東醫師 他是一位中醫師 由他創辦的 民主的演武當事長 電載聽說 因為蘇東醫師 一世人都在做好事 他就是要 發揚到我們 臺灣的精神 他的 事跡可以看到 七十九年 我們的手勢 就七十九年 所以 自從 幾年前 他向離開以後 就由 趕緊向醫師 接棒 承認我們所有的志願 繼續發揚到 這個 因為蘇的精神 臺灣人的精神